手术刀在胸脯 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來 先摘的是心臟 然後再摘的是腎 這五個人竟然在同時就心跳停了 而且呢 又同時被切下來送到了復仇軍去總院 又同時把它完成了 這在人類歷史上可能都沒有過的細節 2007年美國衛生部報告 肝臟和腎臟移植 貧窮等待時間是多少呢 兩至三年 可是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等待 最快的四小時 調查中發現 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呢 國家性的龐大的活人器官供給庫 那怎麼確定法輪功學員到時候 到時候我們那邊頭上面 有人會給你出現資料知道嗎 他直接是錯誤的 不管是法輪功學員 不管是中國人 是對整個人類的說話 1999年以後 中國大陸出現了一些奇怪現象 第一個要給大家說的是 1999年以後 在器官移植系統 出現了爆炸性的 器官移植的增長 中國官方媒體啊 我們南方周末 有一篇報道 就是器官 眷線迷宮 但見器官不見人 這個裡面報道了 誰呢 就是全國器官眷線委員會的 一個委員 叫何曉頌 他講這麼一句話 說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風水嶺 2000年比1999年就翻了10倍 2005年又翻了3倍 這短短的 不到6年的世界 就翻了30倍 從這肝移植 全國肝移植醫院的數量上 99年前後的比例20倍 99年以前 中國大陸只有19家做肝移植的醫院 99年以後 截至2006年4月份 就發展到了500多家 這個比例就20多倍 第二個呢 從全國肝移植的數量上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格 99年以前 20年的肝移植累計數量是多少呢 只有135例 91年到98年這個8年期間 總共才有78例的肝移植 可是呢 99年以後 從啊 這個99年到2006年 這同樣也是8年的時間 中國肝移植是多少呢 14085例 平均每年是多少呢 平均每年是1760例 99年以前 91年到98年 平均每年是多少呢 9.7例 這個99年前後 在同樣的8年世界的比例是多少呢 180多倍 這就是全國肝移植數量的比例 什麼叫爆炸性症狀呢 只要就是爆炸性症狀 很多人想像不到啊 2006年 在中共啊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個事情 在國際曝光之後 人們以為啊 就停了 或者減少了 可是呢 我們從互聯網上查到的資料 就是中共自己報道的啊 2006年6月24日到2007年6月24日 這一年的時間 中國大陸繼續報道 執行了 肝移植多少呢 是4231例 這個數字和91年到98年 這個8年期的平均每年的數字 比较是多少倍呢 是436倍 第一個是遺院的數量 第二個遺植數量 那麼第三個 我再舉一個遺院 就是天津第一中型遺院 94年到99年 5年的時間 這個遺院只做了8例肝移植 可是99年以後呢 到04年就發展了507例 05年是多少呢 647例 這個前後的對比啊 就一年的對比是多少呢 300多倍 就是這些現象 爆炸增長 是怎麼進行的呢 我們發現了 調查中發現 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國家性的 龐大的活人器官供體庫 在中國大陸啊 能夠做的爆炸性的遺址 是因為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個器官庫 這個器官庫呢 是關了大量的活人 用這些活人去取的器官 好 那是這個結論是怎麼來的呢 我從下面七個方面的證據 給大家講 第一 等待時間 99年以後 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 什麼樣的奇怪現象呢 就是啊 器官移植等待超短 短到什麼時候呢 短到平均 然後移植兩周 就可以驗血做手術 甚至於最快的四小時 下來我還要具體講啊 大家知道 這個尤其是大器官移植 肝臟和腎臟的移植 在國際上 認可的配型的比例是多少呢 百分之六點五 換句話說 也就是一個人做肝舌移植啊 你至少要在15個人的人群組去配型 尋找合適的一個人 來給你提供這個肝臟或者腎臟 那這樣的話 而且這個提供這一個人 那還有人願意跟你去捐贈 那這個人還要等到他 真的生病死了 或者是外傷死了 或者等等原因 或者是死刑等等啊 那是遙遙無期啊 所以外國啊 就把這個等器官比做什麼呢 像在天上的星星仰蓝 我給你舉個例子啊 2012年曾經有個報道 就是美國前副總統切尼做心臟移植 在互聯網上排隊就等了兩年 才得到了器官 器官移植業最發達的美國 它有一点二億的 倦县自願倦县的人群 有發達的全國的倦县系統和網絡 儘管這樣 2007年美國衛生部報告 肝臟和肾臟移植 貧窮等待時間是多少呢 兩至三年 可是中國大陸是多少呢 貧窮移植兩周 第二中醫大學的長征院 在他的這個手術登記的這個報名冊上 就明確寫了貧窮等待一周 天津第一中型醫院呢 是貧窮等待兩周 更為驚人的是什麼呢 設在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 第一附属醫院的中國 器官移植 國際網絡支援中心的特別服務 怎麼特別服務呢 就是在你做手術的時候 臨時發現如果有脂肪肝 或者異常現象 你給你找的肝臟不能用的情況下 臨時取消手術 重新找供體 一周之內做手術 大家想想看 這是活人的器官了 不是紅燒土豆 這是第一個等待時間 第二個急診移植 在國際上急診移植很少見 是因為配型的原因 等待器官很長 不可能做急診 什麼叫急診移植呢 在72小時之內 對那些急性的重性肝衰竭的人 做患肝的手術 這叫急診移植肝移植 可是在中國呢 99年以後就非常普遍 普遍到什麼程度呢 2006年 中國的肝移植蔬菜的年度報告裡面 是這樣記載的 說2005年4月6日 自2006年12月31日 收集的29個器官移植中心 8486例 這肝移植中有著名是急診還是不是急診的 有4331例 其中竟然有1150例肝臟的急診移植 大家想想看 這個比例達到多少呢 26.6% 將近30%了 換句話就說 這個人進來了 你需要緊急患肝 要不然這個72小時以後 就可能要死掉了 那這種 那就是趕緊進行 對他配行各方面的檢查 患肝檢查 驗血配行各方面 進行檢查 在同時做手術的準備 才可能達到這樣的情況 上海第二中醫大學的長征醫院 最快的肝移植是多少呢 4小時 你想想看 這個配行啊 宴許啊 也是要一段時間的 所以說 也就是說 他有現成的活人 隨時可以供他去器官撒落 有這麼一個例子 在華夏時報華相網 2006年5月17日曾經有過這樣的報道 說大陸患生想買豬腰子一樣容易 這說的是什麼呢 2004年12月28日 在北京的海淀區區医院的主刀 大夫韓胸武曾經在48小時之內 給同一個患者 進行了兩次的肾移植手術 第一次肾移植入院9天去做了 做了以後呢 因為緊急性排斥 第二天再做了一次肾移植 直接拿到身去做了 就有這麼快 所以這個報道是講的這個 第三我們給大家介紹的是什麼 就是一台手術多個備用供體 在海外啊 你做一個肝移植 兩三年才等到一個適合你的肝臟 給你移植 而在中國不是這樣 來了很快做 而且還一台手術 有幾個備用肝臟給你用 這個不行 我給你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 上海器官研究中心的主任 叫譚建民 他曾經在2003年 啊 為一個病人 在兩個多要在十節類 換了八個肾 才完成了他的肾移植手術 就是用了八個備用肾 前面七個是因為啊 排斥的原因 沒有成功 第八個才成功了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就是原中共的這個衛生部的副部長 黃傑夫 在2005年9月28日 在新疆乌鲁木齐這個大學 第一副術院做了一台肝臟移植手術 用了三個備份肝 有三個是活人 在中共的官方媒體 吳鲁木齐在線 新浪網 當代護士 還有鳳凰周刊 四個大媒體都報道了 他們報道當然沒說用三個活人了 我們從他的報道裡面 分析發現了 三個人被奉干是活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先把這個故事給大家講一下 在9月28日 黃傑夫 隨同當時的政法委書記羅幹 參加這個自治區 成立50周年大會 在這期間 演示一場 肝臟移植 結果打開腹腔一看 這個肝臟是非常適合 自體肝臟移植 所以就立即決定 縫合結構官府 縫合結構做自體肝臟移植 什麼叫自體肝臟呢 就是把這個患者的肝臟 切了拿出來 把它的腫瘤或者冰燥切掉以後 再給它移回原位 這叫自體肝臟移植 自體肝臟移植的優點就是什麼呢 它沒有術後的排斥反應 不需要長期的飲用 用這個排斥的藥物 你想排斥藥物是毒性很大 而且呢 就算移植成功 活的世界也是很有限的 而自體肝臟移植就不存在這問題了 所以呢 就官府做 可是這裡面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手術從準備到手術完成 再觀察成功 至少要40個小時 所以就必須得要有 應急情況下用的備份肝 所以黃潔夫立即打電話 給廣州的中山醫科大學第一服術院 或位於重慶的第三軍醫大學 西蘭醫院 要兩地各找一個備份肝送過來 黃潔夫打了電話以後 幾個小時之內 這兩個地方就找到了血型相同 和基因未典相同的備份肝 當天晚上啟用 第二天送到了烏鲁木齐 黃潔夫接到這個肝 備份肝以後 當天晚上7點鐘開始做手術 做到第二天早上的10點鐘 做了16個小時 手術成功 手術成功 但不一定移植成功 好 又觀察了24小時 黃潔夫宣布 移植成功 不需要備份肝了 哦 這裡面還要補充一個情況 就是啊 這個備份肝 從供原體裡面拿出來以後 放到冷保存液裡面 最長不能超過15小時 這就是為什麼 黃潔夫 找備份肝的原因 好 那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 就是 黃潔夫28日打電話 叫廣州重慶準備備備份肝 29日送到 29日做手術到30日 30日再觀察是24小時 到31日 啊 這個過程 總共花了60多個小時 啊 如果按照15小時的冷冬液保存時間算呢 那你從廣州重慶送來的兩個 必然是活人 為什麼呢 你從廣州重慶要是切了肝臟 放在冷保存液裡面 送到五路木齐 在路上就已經超過15小時了 所以就必然 你就不能這樣做 這個他們都清楚 那送來的必然就是兩個活人 這是第一 第二 這送來的人呢 報道上說得很明確 是一物一樣帶著的 加上轉流設備一塊帶來的 那就是說 這是游離於司法之外的 特別關押的 隨時可以殺戮而取器官的人群 為什麼說是司法之外的呢 如果是司法之內的關押的這些死犯 那死犯的處處是有嚴格規定的 是要按照最高法院批复的處處處 時間或地點進行 而且還要檢察院法院的人在場 驗名正聲 處處了以後還要法律去檢驗 確實死了 你才能取器官對不對 那你這就不可能把那一大幫人都帶著到 到行將去 而且也不可能按照你的這個手術時間去 宣布他這個處處的時間對吧 這是絕不可能的 第三個 他這個這兩個地方 準備的這個選取的人群數量是相當可觀的 為什麼 我們剛才說了 非青術移植 配型的比例是多少 百分之六點五 那也就是说 你是突然黄杰夫打个电话来 要选上一个肝脏 他这两个地方根本不知道 你选什么 要什么血型 要什么 那必然是你有一定的级数 各个血型 各个配型 未典的人都有才行 而且数量要一定多 所以说 他这两地 动机的 这个关押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第三个 就是报道里面还说了 新疆同时也找了一个备份杆 那你看这样 广都 重庆 新疆 三个地方同时都找到了备份杆 而且他说的是备份杆 我们分析他就是火人 要不然你的肝脏 你找到切下来 放了的时候早都不能用了 你看三个地方 同时有 而且同时找到了 就是有一定的数量 第三 是黄杰夫一个电话 把这些东西都联系好了 这就是有一个国家级的 这么一个器官库 而且是活人器官库 调配的又是这么好 所以就从这一个事例上看 你就知道 中国这些年 器官移植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背后隐藏着多么可怕的黑幕 99年以后 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多台手术同时进行 而且非常普遍 甚至一天做24台的肝和肾的这样的一支 你比如说 第三军议大学 曾一天做了24台的肾一支 天津第一中心院 从一天做了多少呢 24台的肝和肾的一支 广州中山医院 一天做了19台的肾一支 济南京中级总医院 一天做16台的肾一支 像这样的报道 追查国际在2014年的国际互联网上 我们搜索的时候 搜索多少呢 42家医院 有类似的报道 42家 分布了中国大部分的审市 这里我也给大家举一个 这个例子 就是在中国器官移植网 转转了东南快报的一篇报道 是2014年3月10号报道的 说2014年2月18号 南京中区辅州总医院 一个晚上做了五台肝一支 这五台肝是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找到了供肝的人 而且又在同一时间 等着这五个人的心跳停止 五分钟以后同时取下来 又同时送到了福州军级总医院 福州军级结荡了以后 就不休不眠 用17小时完成了这五个肝一支手术 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 同时节在同一个地方 找到五台肝 五个肝的供肝 而且这五个人 其中还有一个是急症一支 就是说四天你没有联系 也没有预约 同时找到 按照6%的比例 你想想看 要多大一个人穷才能这样 而且这一个人穷 你必然是在那个同一时间 还要能死掉 还要能把肝脏取下来 他这个报道里说 五个患者在医院等待肝源 而这五个肝源 是在这之前就配型完成 但是只能等到 卷着心跳停止五分钟后 才能取下来 显然配型的时候 那五个卷腺气管的人 都是活人 而且是肝功能正常 配型成功的活人 这五个人竟然在同时 就心跳停了 而且又同时 被切下来 送到这个福州军机总院 又同时把它完成了 这在人类历史上 可能都没有过的记载 但是中国大陆出现了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都是有网页快照 是中国大陆的官方的媒体报道的 而且是2014年的报道 而且发生在2014年的2月18号 这有些人说 说2006年 国际上曝光了 中共活在法轮学院机关这个事 可能就停了 或者减少了 我告诉大家 不是 没有停 也没有减少 刚才讲的这例子 我刚才所有讲的这些 都是官方的媒体的报道 包括刚才讲的 那个爆炸性的数字 也都是官方的数字 据我们后来调查 它的数字 根本不止来显 大概是10倍到20倍的差距 好 我们还要往下讲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器官热球球事件 报道是零或者超短 这下面一些例子 是南京军期大学 第二炮兵什么总医院 上海第二军期 就是长治医院 天际地中心医院等等 这样的例子 我们网上也有一个表格 我们都有网页快照 或reference 就是伪助来呈现 当然还要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我们报告发表了以后 中国大陆这些网页上 这些数字 很多都改了 或者是删掉了 为了避免 这个资料的缺失 是读者看不能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追查国际 把当初我们调查收集的那个网页快照 全部在网上呈现出来 做成了追查国际 从党连接在尾柱显示了 所以你不管网上有没有 我们都可以呈现当时的文件 你都可以看到 我刚才讲的所有的都是有来源的 好 这里面我也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热血血为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叫热血血 就是这个器官从它原来身体的切下来 就断绝了它原来血液供应 到放到冷保充液之后 这个之间的时间就叫热血血 什么叫冷血血呢 就是从放到冷保充液里面以后 到移植到受体的身体里面 血液重新灌注 这个之间的时间叫冷血血 热血血 在中国大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 应该说不存在 不应该成为零 为什么 第一 大家想想看 如果是事故 意外事故 眷现的器官 那好 假如说一个车祸 对吧 出了一个车祸 首先应该报警察 对不对 警察才能去找医生 对吧 而且看你这个人生前有没有 自愿眷现的这个意象 那么这三步过去以后 你想想看 能是零 零是什么意思呢 人刚死 回头还没有死 就从身体里面拿出来 马上放到热血 能保充液 这样才能达到零 热血血本领 就是意外 死亡 眷现的器官 是绝不可能 第二 死 犯 咱们刚才分析过了 第三 如果说是老死亡 或者是重度轰靡 这种 可以达到 但是中国大陆 至今为止 没有国家 没有颁布 这个老死亡法 也没有全国官方 颁发的 这个老死亡的争断标准 换句话说 在中国法律上来讲 没有老死亡这件事情 或老死亡 眷现器官 这件事情存在 一旦谁要说是 器官是老死亡 眷现的 那他就是谋杀 从法律上 他就是犯法 中国不应该存在的 可是呢 中国大陆 网页上报道的 这个老死亡 就是热缺血 0到5分钟 20分钟 非常多 这个是一个 一个医生的论文 是空明延安医院 叫吴建 这么好几个医生 写了一篇论文 他的论文 你看我画红线 框框这个里面 他有一段话 就是描述他们 手术的这个操作过程 是供体人 我里面打了括弧 注冰了一下 就是提供器官的人 进入手术后 即按手术常规麻醉 去器官插管 下面就是 怎么打了麻醉药 又有甘素 甘素干什么呢 是防止血液凝固的 抗凝剂 是麻醉生效后 常规消毒铺精 取正中切口 按照常规手术 T字形 就是什么叫T字形呢 这样横着一刀 这样竖着一刀 这T字形 倒T字形 迅速开胸 去取心或肺 从他这现在在记录的 至少这个供体人 是个活人 为什么 因为活人才需要麻醉 对吧 你死了人 他没感觉了 麻醉干什么呢 对吧 第一 活人 当然死人也不需要器官藏管了 第二 他可能是有直觉 或有自主呼吸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的很明确 是供体人进入手术之后 按照常规麻醉 而不是什么 在之前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麻醉 常规的麻醉 进来以后 也就是换句话说 进来之前他有呼吸 也不需要插管 他是一个有直觉 有感觉的人 因为这个手术记录中明确讲 说麻醉生效后 行常规消毒铺经 才开始手术 那么临床上如何鉴定麻醉是否有效呢 是检查人的感觉神经 或一些神经反射 那么这个上面既然记录了 说检查麻醉生效了以后 才开始手术 那就说明他是有这些感觉的 所以他是一个有直觉的 有感觉的活人 那么第三 他也不是一个老死亡 或者重度昏明的人 如果是一个老死亡 或者重度昏明的人 那你进来之前 就应该是有气管擦管 或是静本书页 你干什么呢 保持他的呼吸和心跳 那么通过这三条分析 我们得出以下个解论 就是第一 这个医生的这个论文 他记述了他杀人的真实写照 他犯罪的过程 第二 他能把这个杀人的过程 这样写得清清楚楚的 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 足以证明 他们这个杀人的活动 它是已经成了一个常规工作了 他不以为人 这是我们2014年 在互联网上发现的 这个文献资料 而且这样的现象 刚才我说了 我们收到了33家医院了 我们曾经 我们最下国际神学院有个报告 就是又收集了这个200多家医院的300多篇论文 大家上去就可以看看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2006年 设置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国际网络器官移植的援助中心 他有一个特别福 特别福 他这里面有一段解释的话 大家看看 你要想的话 真的让人很震惊 他在此针对日本的患者是讲的这段话 说 他问问题是怎么问的呢 说即使移植手术成功 存活期也不过是两三年吗 而这个回答是说 你们听到的这个情况 你在日本 说我们这里坐的和日本不同 中国开展的是活体生意志 与日本的私体生意志是不一样的 第七个 所有被关押的 回着劳教所的 回着是西老班的法轮功学员 都被强排厌学检查身体 而且这些检查身体的项目 都包含了这个器官移植的项目 可是这些学员检查了以后的结果 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 而且这些学员都通过了各种的肉体上精神的折磨 大家想想看 这肯定不是为了关心这些学员的身体健康 而是为了其他的原因 现在看来就和这个器官的供体库 数据库是有关系的 所以通过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七个方面 大家想想看 这七个方面 综合起来看 就勾画出了一个可怕的这个画面 那就是中国大陆 有一个数目庞大的 遍及全国的 国家统一协调的一个活人器官供体库 就06年3月9号 两个证人首先在美国报告 报告以后 2006年到2007年 至少有一年 大量的突击的遗址 比一千还更多 到了什么样的疯狂程度 是你想象不到的 湖南人民医院 2006年4月28日 有一个广告 大家看看这个广告 它这么说的 二十例肝脏或肾脏免费移植 就是赠送先来者先做 鼓励病人来移植 他们你看器官就多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这一次的报告 就最近报告 把我们打电话的电话号码 都公布在网上 你可以用那些号码去打 还可以找到那些医生 你去问 你假如说帮你的亲戚朋友 联系一个肝脏肾脏的移植 你叫他看 说等待多长时间啊 多少钱啊 你就知道了 我们的正式情况 这有个表格 就是说 不但可以来做 而且可以指定时间 你什么时候来做 这都是我们列了很多医院的资料 这个报道 还是刚才的问题啊 就是是不是减少了 我告诉大家没有减少 而且在增加 我用什么事情来告诉你增加呢 我给你举一方面的例子 从移植医院的床位数 床位的周转率 住院时间 来给告诉你 它没有减少 而是持续在做 不但持续做 而且还在增加 第一个例子 309医院 在2010年的时候 它有个报道 说在五年之内 它器官移植的收入 增加了多少倍呢 八倍 将近八倍 2012年呢 它的床位呢又增加了 天津地义中心院 2006年 从原来的这个120张床位 移植床位啊 增加到多少呢 增加到500张 刚才我说呢 他们自己报的2005年 是507厘 对吧 2006年呢 它报的是647厘 其实它不是 它2006年啊 床位增加到了500张以后 它每年的数字是多少呢 就是五六千厘 一年到八千厘 后面我要分析 为什么我们说 它五千多厘 其实这个数字 它在其他报道里 他们自己都是 一年达到了五六千厘 五千厘到六千厘 想想看这数字多大 还有啊 就是上海人际院 从原来的13张床位 到14年扩张到了110张床位 四川省的省人民医院的移植科 从07年的八张床位 到11年扩张到了近一百张床位 上海的肝胆外科这个医院啊 原来是742张床位 到15年增加到了1500张床位 增加了一倍 上海肝胆外科的医院的院长 叫吴梦朝他讲过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新医院 他们是做的世界上最多的 当然了 中共官方报道是 一年全国只做两千多厘 肝胰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说你床位增加了 这些医生是不是床位多了 并没收那么的病号啊 医生是不是很清闲了 不是 他们也有报道 说医生一年了 忙的不着假 没有节假日 他这里面有一句话 上面医生啊 他们辈子啊 都顾不上打招呼 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 说这几天特忙 一天十几台手术 医生忙的平时不着假 这就是中国大陆 99年以后 器官移植界的状态 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状态 99年以前啊 中国我刚才说了 全国只有19家 干移植的医院 99年以后 006年就发展到500多家 现在我们调查的是多少 865家医院 移植的医生又多少呢 9500多名医生 这个是我们去年 6月份以前的数字 后来我们发现 又多了 现在实际的数字 我告诉大家 880多家医院 非常可观 发展之快 而且这些医生呢 还就非常忙 这就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做的手术特别多 大家看到这张图 大半个中国 从东北到南边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西边到甘肃新疆 密密麻烦的 器官移植的医院 其实你看到没有 比较稀疏的呢 是西边 新疆和东北 其实我告诉大家 很多集中营啊 是在新疆和东北 只是说 它做的更隐秘 报道的少 我现在给你呈现的 是中共官方的报道 所勾画出的图像 调查 铁木掩盖下的 人类历史上 这么一个最邪恶 最狡诈 最残暴 最庞大的一个 中国集权 所犯的国家犯罪 是非常难 特别是调查 这活摘器官这样 反人类罪我 那就更难 你们想想看 我们所遇到的难 多大 当然我其实不讲 我们的困难 我只讲我们 得到的结果 但是就这样 在这样的掩盖下 这样的封锁情况下 就这样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得到的资料 和那个中共那些医生 在肆意忘形的时候 露出来的线索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景象 那就是相当庞大的数量 切关移植 而且这个参与的医院 从最大的三家医院 到下面的一些跟手术都不沾边的医院 你比如说 有中医院 有妇幼保健医院 还有法医院 还有职业病医院 这些医院都本来不做手术 或者是不做多少手术 你比如说 巩益市的中医院 巩益市是一个什么 多大的事 是一个县级市 县级市下面管的一个中医院 以中医和中药和中医手段 治病的一个医院 在2001年竟然建议了相当规模的圣医治中心 在2006年 他就报道 他这个主任就主到了多少 500多例 圣医治 大的三甲医院在做 也小医院也在做 而且做的数量非常可怕 到底数量这个规模有多大呢 我从下面几个方面 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 我们从移植的床位数 或床位的利用力 还有移植的人数 或手术的能力来分析 我举几个医院 第一天 天津第一中医院 解放区309医院 还有荷兰的巩益市中医院 刚刚才我已经 把巩益市医院给大家说了 好 下面第一个 天津的第一中医院 它从2006年 就达到了每年 至少是5000例以上 5000例是我们讲的 保守在说 它床位500多张 床位的周转率 06年是90% 13年它是131.1 它的每个病号 做了手术 前后住院的时间是多少呢 25天到30天 换句话说 就是一张床 一个月可以 完成一个病人 给手术或治疗 首先我们按照30天算 是7975例 如果按照28天算来是多少呢 是8544例 如果按照百分之百 是算是多少 就是6000多例 我们为了保守期间 我们只是公开的报道上来 报5000例到8000例 131.1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加床 你比如说你这个边住 这个医院 有一本张床位 对吧 好 那在你这一个病房里 三张床 可能中间加上一张床 走廊里加床 甚至于周围的宾馆借床 借床做什么呢 授前准备 售后治疗 指手术的那一段 是在床位住 这样呢 虽然说统计的时候 还是一本张床 但实际上 你已经超出了一本张床 这131.1 就是这样来的 这也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的业务之忙啊 99年以后非常忙 天洁第一宗心院的手术能力是多少呢 就是同时可以进行 9台的肝移植和8台的肾移植 也就是同时可以进行 17台的肝肾大手术移植 它就有这么大的能力 309医院 也是在北京 它的床位是393张床位 床位利用力也是百分之百 它的住院日期呢 公开报道的是20天到30天 那它这个算下来是多少呢 应该是4781例 我们给它保水的办 按照4000里算 它的手术能力是多少呢 一夜曾经做12例 肾肠移植手术 第二 从媒体啊 报道透露的情况 我给你也举几个例子 就是第一 中国经济周刊 采访北京人民大学 气管研究中心的所长 和这个肝胆胃科的主任 叫朱基烨 采访的时候 朱基烨说 在2010年 这10点以前呢 他们医院 一年做过4000例 肝肾移植手术 他医院的报告里面 只有一年 平均就下120例 台湾 这个2006年 一个中国时报里面 报道是 漳州一家三千里员 这是个军队员 一年至少3000里 这个光华日报 报道武汉的 华中科技大学的 同济医院 一年是数以千计 还有我这里 列了个表格 这11家医院 最低的是1000里 最多的是8000里 就是平均起来 一年大概是2000到3000里 从这个表格看 第一项 第一行 数着的是 他们官方的报道 第二行 和第三行 我们追查过去 调查的结果 还有第三个方面 专家报告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吴孟超 吴孟超 是第二中一大学 这个东方肝胆 这个外科的医院的院长 他这个是 全国解放军 这个技术委员会的 副主任委员 而且江泽民曾经 五次亲自接见过他 并且还授予他 亲笔签署命令 让周围专门开会 授予他什么呢 模范医学专家 颁奖的阴谋 这个人呢 他网上报道 他自己就主导过了 这个四千多例 这个干预治手术 第二个就是何小树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第三个就是黄杰夫 黄杰夫这个人 大家可能比较了解 就他一人 一年就主导了 五百多例干预治 你说这个大人我 又有公费的旅游 还有什么的社交活动 还有国际的 这个什么学术讲座开会 就这样 一年做了五百多例的干预治 多么惊人的说 那么一个专门在医院 做的组织医生 和主任医生 和医生呢 那要做多少呢 第四个例子就是 德国有个医生 叫托斯顿 这个人在2006年7月24号 在参加国际的 医治大会之前 田津有个医院的医生 就告诉他 他们一年做 两千多干预治 这个医生就感到非常惊讶 说他们一个医院做的 一年做的医治 比他们一个国家做的还多 第五个 丹麦有一个叫阳光 中国问题专家 目前旅居丹麦的艺人 是阳光在得知了法轮功学员 被活摘器官的消息之后呢 通过他的人脉多方打探 结果他的两位生死之交 向他透露了惊人的内幕 仅公安部掌握的资料就显示 有超过50万名的法轮功学员 被活摘器官致死 阳光在给本台的亲笔信中说 这位朋友在公安部工作 负责某沿海大型城市的情报站 消息来源丰富 2012年新年 阳光接到了他的拜年电话 阳光就询问了他一直关心的 活摘话题 去公安部的一个朋友 在电话里跟我说 请他指导的一般医院的统计 在这十几年里 载起的法轮功学员 器官移植的案例造成了法轮功学员的非正常死亡 已经超过50万人 这50万人仅仅是一般的人民医院 市立医院等这样的普通的医院 并不包括武警医院 军医医院和公安医院 因为武警医院和军医院 那个统计数字更机密 连他们公安部的人都不掌握 我有一个同学的 是东北的一个医科大学的副校长 他准确地知道 仅仅一个城市里头的医科大学 每年起码做2000例到3000例的器官移植手术 这位朋友向杨光透露 1999年以后 专责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 向他们医院提供了很多供体 它的器官来源有一种情况 没有姓名 只有一个编号 并且不管是手术当中 还是送到炼烟炉去炼了 都有610的因缘在现场监督 这种供体基本都是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的供体 能够占90% 第六个例子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直接取证 印证了几百万 活载法轮功学员的事实 好 大家听一下录音 我张高丽 这样的 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刘秘书 刘秘书你好 你好 江泽民同志有几句话 让我转告你 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系练者 向最高检察院 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系练者 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同志 说追究江泽民同志下令 择取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 说江泽民同志很担忧这个事啊 他希望您呢 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 一定要阻止追究这件事啊 您能做到吗 好 您要知道这个追究 追究几百万 这个活载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责任很大 很重 您知道吗 您能讲的 我现在 我现在 他他喝酒饭 对 当下回去 对 我就说你回去了以后 这个是回去了以后 这个是你得要 你去江泽民同志去换 换换换换吧 好 好 还有一个我叫问一下啊 你说 还有就是现在 好 行 那你一定要得阻止这件事情啊 你要知道这个追究 江泽民下 那下令栽取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事情 责任很严重啊 好 那行 好 好 这位江泽民进行长长寿啊 张高丽啊 在国外啊 这个访问期间 我们直接打到了他的宾馆 啊 当时大家到网上去看啊 那个声音就比这个长啊 我们因为是讲课世界有限 所以就掐了一段 给大家听一下 四次提到 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啊 控告江泽民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几百万的罪行 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希望他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 不要追究这个事 阻止追究这个事 他讲一定 非常肯定的答应 而且叫江泽民放宽心 而他没有说 因为听到这几百万啊 感到惊讶啊 或者是反对啊 或者是不理解啊 没有 而是说去阻止 这是一个 当然我们在网上啊 我们就这个 这个活摘器官的报告啊 我们公布了六十个 直接的调查的录音 都可以直接下载 你可以听 而且还有主要的录音 还有电话号码 你可以去验证 当然张高丽这个我们没提供啊 这个因为有些东西还是要 你现在也验证不得 那是临时 他那个联络员的手机 我们拿到了 去打过去 这样 但是张高丽本人的身影 你可以去验证 因为他在网上有他那个 这个是什么讲话的身影 还有个移植数量的探讨 我们为什么讲是探讨呢 本来调查机构说 应该是很缺切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调查的是 以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邪恶犯罪 而且是在这样一个 极权统治的这个铁幕掩盖下 而且他这个政权 在用作 这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从刚才说的这些数据 和他们露出的这些东西 和我们电话调查 各种综合的去判断 判断的数字有多大 相当竟然 好 第一个例子 说每年了 医治8000例的医院 我们收集到了有多少来 96家 平均这些医院 平均的医治数量是多少来 2000到43000例 就按照2000例算 96家医院 一年多少来 192000 从99年开始到今年 2016年 16年了 从06年曝光到今年 已经10年了 大家想想 就光这96家 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 我刚才只是说的是 2000例平均 如果按照3000例算 是多少来 简直不敢说 不敢算 但是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都是实实在在 存在的事情 第二个 还不管这96家 还有呢 每年400例 在地方医院 就有多少 50家 一家400例一年 那50家是多少了 四五两万 还有呢 没有拿到器官移植 资格的 三家医院 有多少 408件 这个数字 我们数据库里有 但是我们没有公布 我们只是重点地 说一些代表性的 第四个 还有153家中小医院 就包括我刚才说的 像龚英市医院 这样的医院 富有保健站医院 这些 一年 这些医院总够加起来 我们估算了一下 至少一年 要3000到7000例 这四项 加在一起是多少 一年多少 想想看 相当可怕的数字 从06年 这个事情曝光以后 中共官方的医疗界 以黄建福为代表的 这些人 公开的承认 是用死就范 而之后呢 高调炒作死就范 那么到底 是不是这样呢 当是06年以前 死就范 做器官移植 也是中国的一个 国家居民 06年以后 放开了 而且公开地 常做 那么现在我告诉大家 不可能 死就范 无法解释 这个爆炸性增长 为什么 好 我给大家说 这么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中国的死就的数量 大涉国际的报道 是多少呢 95年到99年 平均每年是1680厘 2000年到2005年 是1616厘 99年以后 反倒还比99年以前低一点 但是呢 数字差不多 每年都有变化 但是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中国官方也说了 在不断地降低 表示他们人权 在不断地好转乱 从这个 全国的数量上来 就粗略地说 刚才说了 北京人民大学 一年就做4000厘 你全国的死就范 这一两千厘 连累着一个月 都不够 这绝对不可能 第二个 就从配型的比例上来讲 按照6.5% 国际认可的 这个几率上比 黄杰夫说 中国大陆 剩一只是5500到1万厘 就按照他提供的 这个数字来说 那你这个配型 急速最少最少要多少呢 4.2万到7.7万 按照我们说的6.5 那你1万 那你真正要十几万嘛 那你一年才 一两千厘的死就范 就不可能嘛 第三个 从健康的原因上来说 我们这也有些统计 你看2009年 浙江省杭州市 对482名 在压的人员 进行了乙肝检查 发现 这个发病率有多少呢 29%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有乙肝 1600多个死状犯 再取掉这30% 还有多少呢 还有 我们收集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 医生的论文 他们从这个器官移植的 论文里面报道 200多家医院的 300多篇论文里面 对这个器官的 共体的描述 都是基本上都统一的 基本上都一样的 好 好在什么呢 他说 脆死的健康的轻壮年 而且呢 没有长期拥有的那是 没有肝炎 没有恶性肿瘤 没有甚至没有酗酒 没有糖尿病 没有脂肪肝 甚至有些的 不论文里还讲 他没有还不良嗜好 你说这样品质优良 身体健康 又没有什么病的这些人 怎么会变成了死囚犯呢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修炼法轮功 讲真善人 做好人的人才有可能 很多人都知道 修炼法轮功 强生健体的效果 非常好 很多人就是因为 有病 修炼法轮功 身体很快 恢复了健康 当然这医生的论文 到母中医上讲 他倒也说了实话 他们这些年 用的供体就这么好 所以他把这事 爆出来了 因为是全国做嘛 这就是 总有漏的地方 从这个简单的数学 上统计来说 即使 一万名健康的死囚犯 他也不能啊 满足这个 移植两周内的 这个等待时间 和急诊移植 黄建福讲了 一年 五千五百到一万里的移植 配型的成功率 还只有6.5% 你这一万里 怎么能拿到呢 就绝对是不可能的 从两千一零年以后 中国大陆呢 又换了一个角度 2006年说是用死囚犯 高调炒作 把人们的注意力 引到了注意他们的死囚犯 结果呢 那么普遍的国际上又潜在 你用死囚犯 也不能人道 因为死囚没有发言权 没有能力 说闹 你也是不能道的 好 他就开始讲 说公民卷证 而且呢 宣布2015年 全部用 这个公民卷证 停止死囚犯 黄建福在2015年10月份 还公开宣布 公民卷证 得到了极大的成功 移植的数量比往年还高 达到了一个新高 哎呀 这个我们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总体上呢 调查结果这样三个方面 全国的移植数量仍然很大 各个医院基本上都在积极地招揽声音 而且呢 供体又比较充足 而且质量比较好 第二个呢 官方的器官移植的机构呢 普遍地说 器官卷证啊 没卷到几个 第三个呢 有些医生直接承认用法轮功学院器官 这里有个例子 这黄建福也用了这个例子啊 网站上大家可以看 中国人体眷线啊 只有百万分子0.6 是全世界啊 眷线最低的 其实99年以前啊 这个中国啊 是全世界啊 器官移植啊 最落后最低的国家之一 排名大概是50位 现在99年以后上升到了一二位 南京市是全国啊 十大器官卷证试点城市之一 2010年开始试 2001年就是一年以后 他们开了个大会 大会宣布 南京市一年来 自愿卷线数量是多少 零 南京市过去的20年率 总够卷线了多少 三例 可是南京市一年 器官移植多少呢 就广告那个古炉那个医院 一年都是两三千了 这就是器官卷线的情况 我们放一个我们调查的录音 我们是北京市红十字会 现在这个工作 我们还正在筹备阶段 北京正在筹备红十字会这个捐献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筹备办公室在做这个事 没有正式的 还没有正式的部门在做 没有正式的部门在做 就是有一个筹备办在筹备这件事 没有成立正式的部门 北京红十字会 他们讲是什么呢 这个红十字会 在这个器官卷线办公室讲 他们这个器官办公室还正在筹处 还没开张 而天津在红十字会回答了 他们从03年到14年才只有捐献了170 刚才说了天津第一中心院就广之一家一院 一年五千多例 那么上海红十字会说他们一年只捐了五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北京市 天津市上海市就这样的捐献 还有我告诉你 还有这个青黄岛市 红十字会他这么说来 说是捐献有签的 但没有实际捐的 有捐献器官的吗 有签的 有没有捐器官往这 签都是生前签 现在没捐的呢 做点人去世以后才能捐的吗 对没有实时捐献的 交作式的一个红十字会的支援 怎么讲的呢 有人捐献 但是捐献的力度是很少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 即使有的家属同意 但是和亲近朋友 一些打不到边的朋友 亲近说句话 他们也影响他们的家属 也愿望 这么大的数量 这些人怎么来的呢 是哪些人来源呢 从我们调查看 有一个非常大的来源 就是当初 99年爆开以后 几千万的法轮功学员 到北京去上访 一开始上访 这个就登记 报名 报姓名 报地址 然后就抓捕 关押 遣述 到当地去办学习办什么 脑教的判刑 那么后来呢 他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中央说了 哪个省要是上访 哪个省里的领导 要做检讨 要影响到他的精神啊 等等吧 就是把这些责任制 就分配 就落实到了各个阶层 所以造成了 各省都派警察 到那个北京信仿军 门前去堵 堵解放 叫解放 这样呢 法轮功学员很多 就不报姓名 也不告诉地址 就是呢 就没法遣返 就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 被抓捕 后来 老教授关门了 监狱关门了 学校关门了 体育馆都关门了 用到外地 很多 后来就一堆没回来 据我们分析啊 这一批人啊 上千万的 上访的人 是最有可能 其中啊 这个数量啊 大家 我有一个消息啊 就是北京 就是中共官方一个消息 就是中共内部的消息说啊 法轮功经济上法 这2000年初 到2001年还是最多 北京公安局啊 根据馒头的消耗量 北京市的馒头的消耗量 估算当时最高峰期间单日的数量 在北京的持流的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人数 超过百万 你就想 多少人上路 多少人后来失踪 也有些人说 那没怎么听说啊 这个问题我们下来还可以再讲 就是很多学员失踪了 家里人不敢兴奋的 因为要牵连你这个家里呢 也不知道他上来去了 因为这就是警察抓的 你问警察 他能告诉你什么 他只能把你抓起来 我们在调查 解放救助丰台的三零级医院的时候 他那个声援联系人呈枪 他就直接讲了 是没有名字 用代号管理 这个在网上 大家也可以看 等一会儿要放弹录音 第四个就是中国 器官移植的高峰 这个曲线 正好和法轮功学员 受迫害的曲线完全重合 在中国大陆上 在99年以后 没有别的这样大人穷的事件发生 只有一个就是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 被抓捕 江泽民对法轮功有三条政策 就是名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 当初很多人以为 这个肉体上消灭 只是说说而语 老教学监狱打死的人 或者是这样的人 其实现在看来还不是 他有一个系统的 一个灭绝性的一个计划 这就是我今天报的主题 而且是以国家为主题进行的 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了 是到底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从刚才数量上探讨 第二个从性质上 规模上来说 就我们现在调查看 他是由于最高当局 当时的九位主席 江泽民下的命令 由中共全国主导的一个国家系统犯罪 是动用了党政筹 武警 政法委 公监法司 和全国所有的医疗机构 在全国范围内 用器官移植这种方式 对法轮功学员 实施了一场穷极灭绝性的大屠杀 至于江泽民下令 目前我们有的证据 至少有四个人 哪四个人呢 第一个是 军方总后勤部的 卫生部长白树中 第二个是原商务部的部长 薄熙莲 也是政治局委员 第三个 是上海复旦大学服务中 中山医院的肝脏病理科的主任 谭云山 第四个是华州医科大学 同济院 新雄外科的 二病区的共医生 好 下面我们听一下 白树中的录音 是原总后卫生部 白树中部长吗 你是哪里啊 我们有一些情况 想向您了解一下 你怎么让你 你什么时间 有什么事你说 是这样 就是在您担任 这个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啊 就是摘取 在压法轮功人员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 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江主席啊 嗯 对一个 有一个批示 嗯 有一个批示的话 就是说 嗯 啊 说开展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些事情 就是器官移植 嗯 嗯 后来江主席听说 有一个批示 嗯 就是人员卖肾 做手术 这个 应该说 就是开展设议职的 不单是军队地方 然后这个 我们也就是有 得到了一些 就是情报 有一个 就是说 当时 嗯 联勤部还负责 关押了一批 嗯 法轮功 在押人员的 这个器官供体 是不是 这个 这个当时的话 哎呦 我觉得 起码 我在我印象中 当时 是吧 因为当时 江主席批示以后 呃 这个 反法轮功 这个大家都做了 很多工作 你们就是这个 跟这些联勤 呃 一分部 二分部 包括这个 联勤 呃 四零分部 这些 他们负责的 这些军队医院 有没有这些 直接的这些 呃 领导 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对几个 军医大学 就能掌控的 咱们总号 知数单位 几个军医大学 反复要求 因为那时候 江很重于这个问题 很重视这个问题 谁 谁很重视这个问题 江啊 当时啊 江在位的时候啊 嗯 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 呃 都有批示的 您是 那个在 从98年 至2004年 担任这个 对对对 当然为什么不让 总号为什么不让 98年到04年 行吧 那我们 我们先初步了解这些 行 好 有机会 有什么事 你问我 没问题 行 好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他作为军方最高的 医疗行政的最高领导 他应该是对这件事情 最清楚 知情的人 所以他讲的情况 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好 哦 我说那个使馆 我说那个使馆秘密啊 嗯 那什么 有点 急事啊 今天那个 德国那个 那个外交部下午 那个跟我们说了一下 有一个事情 得得澄清一下 嗯 就是 就说啊 那个 呃 当初您在 这个 辽宁当时 那个省长 因为 说到明天的会见嘛 他们 想那什么 澄清一下 就说 当初您在 那个辽宁当省长 的时候 呃 就是 是 江泽民 那个 江泽习下的命令 还是 呃 那个 还是您 那个 参与的 就是说这个 关于把这个 法轮功 这个活体摘出器官 这个事情 是 是您 您的命令 还是江泽民的命令 是 他们那个 比如外交部 要核对 就是说 如果要是 您要是参与 这个事情 他们就说 有一些会见 就是说 他们可能 出席的规格 就有所变动 呃 就是说这个 因为是他们 法轮功的递交了 一份 你不要再说 嗯 你不要再说 你不要再说 呃 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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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 马上 这事情 那个 他们今天下午 刚刚那个 那个 那个 递交了 这个 就是给我们一个 那个 召会 就是说 你不要再说 在汉堡访问的时候 在这个汉堡访问的时候 在宾馆 这个电话 接通了他电话 他一开始脱口而出 就说是江主席 但是后来他又得反应过来 就发火 就要去找他 那个德国的那个 马大使 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 因为世界关系 我们觉得不一方 那么第二个证据啊 就是中共高层啊 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说 是个国家性的呢 有最高当局的命令 又有 我们现在举的这些例子 第一 有五个中共中央政治权威 我们和他们电话打通了 调查了他们 他们对这件事情 没有服认 有些甚至就直接承认了 还有原国防部的部长 有军委副主席 有政法委的书记 还有一名这个 就现场活摘器官持枪的警卫 还有三十多个医院 器官移植的医生的 直接的电话调查中 政治局的李长冲 调查的时候 他直接讲 这件事是周永康负责 他知道 就问他 军委副主席 郭外雄啊 曾经红啊 这些周永康 都只强调 用安全方式 内部电话 跟他联系 就是你要有时间 你上网去听一听他们录用 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 真实存在 而且最高当局 普遍是知道的 您是国防部梁光烈部长吗 您是哪一位啊 我是那个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部队的这些三甲医院 用这个在压的 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这方面的事情 听说个 因为我是关女子工作 我不关那个后期医疗的事 军委的军委开会的时候 那个有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呢 讨论过这个事情 啊 喂 是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 唐俊杰吧 您哪位 哦 我是中纪委 薄熙来专案组的 就是关于对薄熙来 在辽宁的一些事情 我们想向你这个了解一下 哦哦 好啊 嗯 头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 这个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 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 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 影响很大嘛 嗯 联合一号 是中央政法委的魏主任吗 哪里 你这个事 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这很早了 就是这个 活体摘除在家法轮功人员器官 这事情是很早的事情了嘛 对对对 很早是 全国的冲警司法和地方医疗系统呢 有几个录音大家再听一下 其中第一个 是这个 就是活在器官现场 持枪警卫的一个警察 这个举报 给我们 最大过去举报的证词 大家听一下 那个都是经过保密的情况下 只有在场的两三个人 保卫安全 保卫他们那个所谓的军医的安全 然后进行活来 到时候器官呢 他们不一定都是卖了 有的是存起来 不知道 不知道出处是什么 反正我是见过 当然是卖了 他要那器官干嘛 他要活的器官干嘛 眼角膜肾心脏 还有这个 甚至 还还把那个脑浆吸出来 不知道有什么用 你看到有多少的 我就看过一次 我就看过 手术刀在胸脖 一刀下去 血是喷溅出来的 血是喷溅出来的 你看到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年轻的吗 三十多岁吧 你说一下他当时怎么说的 当时 我们经历了 就是得有一个星期 对他的审问言行拷打 身上已经有无数 无数次伤疤 并且电棍 这个电 他已经就神志不清 神志不清 把他打的已经就是 反正又给他 他又不吃东西 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 这个灌牛奶 往他的 往他的胃里 然后他不喝 就是强行给他灌 你知道那个 把他鼻子鼻子捏上 他他就是人的本能 我们就必须喝 于是维持了 他这七天瘦了将近15斤吧 经过体重 体重 七天瘦了15斤 而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可能辽宁省公安厅 某办公室吧 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 派两个 这个一个是解放军 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 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 这个具体 反正一个 一个岁数大 一个年轻的 在这个 就是某 某 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 然后进行这个 一套东西 然后不打任何麻药 然后这个 这个刀啊 在胸脯上 就是他们 他们这个手啊 一点抖都不抖 要是我下手 我一定抖了 别看我这个在武警我端过枪 我也这个就是进行过这时代演习 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士 但是看到他们 我我我真的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 手一点也不抖 直接就戴着口罩拉 拉出来了 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 然后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 然后他就嗷嗷的大叫一声 那个女人就嗷嗷大叫一声 说法轮大法好 从胸口的时候画下去的时候 他喊了法轮大法好 嗷嗷的大叫一声 说法轮大法好 说这个 你你杀了我一个人 我我具体大概意思 你杀了我一个人 你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的 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 被你们迫害的人吗 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 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 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 他还他还继续的继续的 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 然后再摘摘的是肾 当心脏的血管减到一下 他就进行一阵抽搐 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 就是我跟你学一下声音呢 反正我也学不好 反正撕裂的撕裂的样子 然后就啊 就就就就一直这个张大嘴 睁着两个眼睛张大嘴 哎呀 我不想再讲一去了 我在这里要说要说你们学员一句 要就对你们一个忠告 不要祈求共伪对你们 就是不要祈求他们 是你们你们不要说 就是不要太和善 不要太不爱 我和你们就就是人呢 太善良了 这这些学员太善良 你跟魔鬼能这样吗 你跟魔鬼 魔鬼永远不会 他们是邪魔是邪魔 我一直不信 但是看了之后 他们这个勇气 太让人震惊了 你再大的 就是人再大的忍耐力 你被这个守护刀 锋利的守护刀 一点一点 拉开你的胸脯的时候 你心脏在里边跳 血喷溅出来 还有更邪恶的呢 就是反正这 我感觉对不起他 我一想起他那一瞬间 我感觉对不起他 当时啊 我这个枪已经上了十弹 我甚至想了怎么样 我枪里有十发子弹 当时在场有五个人 我想给他们一一 都崩了 讲的事情是发生在2002年 2009年给我们举报 他讲了这个事情 就是遇到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对他的精神上 刺激很大 良心上就不能平静 所以单位呢 就没有叫他再当警察了 他也一直呢 就这个事情就放不下 后来活出来了 就给我们举报了 说他要把这个事讲出来 在这个警察里面讲的事情 你仔细听啊 他有其中还有一点 他讲了你看讲了 把老谁都抽出来 活在器官了 最后还讲了一个 还有比这更邪恶的 因为有些原因 他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好 大家想想看 就是这件事情迫害 实际的情况 比我们自己想象的 严重的多 就包括我们追查国际 直接调查的人 其实我们都想不出来 他是怎么个严重 怎么个邪恶 他讲就这样 就这么邪恶 这个人跟我们这个调查员 前后有一两个月的接触 我们报告发表了以后 这个人就消失了 我们在打到他单位去以后呢 过了一个多星期 我们打去以后呢 他那个单位就说 这个人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来上班了 当然了 我们相信 但我们希望 这个人还活着 他会站出来 在全世界来作证 当然我们也相信 随着这个真相的不断大白 有更多的人会出来 这是其中一位 当然了 我们后来又接触了 他相关的一些人 了解了更多的事情 因为有牵扯的安全的问题 我们不详细讲 在这里只是给大家放个片段 你听一下 还有第二个 再放一个录音 就是驻北京丰台 在解放军307医院的 这器官联系人传强 那是 03年的法轮功大案里面 多的是 你知道吧 他们这些呢 前些年 因为法轮功学员上访 没报姓名的 他们偷偷关起来 他在里面 没留下姓名 他都留代号 但是像这些 你不留姓名的 全部代号 我这个 你这个东西呢 你怎么确定 他是法轮功学员 那怎么确定 法轮功学员 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这边 头上面 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 知道吗 他会出资料给你 给你放心 哦 但还有一个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白了 我这边呢 全部都是 呃 我们这边也是 冲着官 也上边有上边的人 这东西 他都一条龙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明确强调 他们是官方警方监狱 一条龙在用作法轮功机关 当我们调查员 问你怎么能确定 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身份 他说我们上半会 给你出资资料的 非常清楚 非常直接 直白 可以说是 真的是肆无忌惮的 在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以为啊 中国活在法轮功学员 去管偷偷摸摸做的 其实啊 06年以前 是大仗进行做 06年以后 变成了半地下在做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 是从江泽民那里 这个人啊 过了两个星期 我们报告发表了 过了两个星期 我打电话去 他还接电话 就他那个电话 还接电话 还态度非常野蛮 叫我去找中央领导 就这么消场 还在继续 当然了 还有像 中共这个景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警察 我们网上都有录音啊 当我们调查员问 你们还能不能提供 法轮功员器官 他说我估摸着还能 跟你们要来商量 就看你们的条件 不就是出钱的多少吗 景州解放军205医院的 原器官移植科的主任 程庸山 也是江泽民级的了 他就问他 这些器官来着 他那都是通过法院来的 后来就再一次打电话 问说 这个国家机密 责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个国家机密 你能不能保证 不贴路出去 他说呢 大家都去听听他 在里面还要给他 你想上海复旦大学 中山医院的医生讲 我们这里都是 是有命房的 我们这里都是 特别提到有一个 民族医院的这个卢国平 这是中共确证了的证据 为什么这样说来 这个卢国平 在我们调查的时候 这个接受调查 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录音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们做过 而且呢 叫到广州的 他那同学 广州医院医院 庙医生来得去 拿器官给拿到 法轮功学员器官 凤凰卫视 说这个医生没有讲这话 好 这样发生了以后呢 新唐人事实关系栏目 就把他们那个录像 和我们追查国际的声音 两个放到一起 做了一个节目 说这是中共提供的证据 不可忽视 广西民族医院的 卢国平医生 就是被调查的医生之一 凤凰卫视节目 采访了这个卢国平医生 卢医生在采访中 承认接到了调查员的电话 承认被问到了 录音中的问题 但是否认自己 做过那样的回答 他问我那边是不是用的是法轮功的 那些器官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我并没有参与这方面的手术 不知道他们器官是怎么来的 这方面我没法回答他 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们做的这些都是几种 都是几种法轮功的 是不是 有些是法轮功的 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那现在就是说 我想找几种 给我的七孩子找几种法轮功的 你过得他能帮我找到吗 肯定能够找到 他在这个报告里面说 你们以前用的法轮功供体 是从监狱里面 还是从看守所里面拿的 他里面说 我的回答是从监狱里面拿的 但是当时我的回答并不是这样 我的回答是 我们医院没有这种知识 我本人也没有这种知识 所以不可能拿任何器官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他说那你们都要到监狱里面 自己去挑选吗 他当时说我的回答是 对肯定说要去挑选 这个问题当时根本没问到 没有那回事 那是都要 像你们都要到监狱去 自己去挑选是吧 对对对肯定挑选 那挑选如果他不让你抽选怎么办 他肯定会让 他怎么会让 有法解在那里面 你怕什么 这东西都用不着你们担心 不是 他知道会是 给他取器官移植吗 他会知道吗 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就是 那就不让他知道是 知道他就不让抽了是吧 对对对 那怎么说服 让他说 他说你抽血干什么 那你怎么讲呢 这个他们会有办法 这个不是你当心的问题 06年曝光以后 我们追查国际 发表了40多篇文章报告 这是唯一中共回应的一次 自从他回应了以后 这个再反驳的这个录像 在全世界公布了以后 中共从来以后再也没有回应过 这是唯一的一次 但这一次唯一的中共的回应 给我们这个调查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肯定了 证实了 我们的调查结果证实 这是同一个人 做的结论 那么这里我们也有一个表格 就是当时 我们调查过程中 直接承认 有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医院 就有20家 当然这只是06年 就是曝光以后的调查结果 后来我们调查一些 我们还没加这个表格里面 国家从政策上 奖励这个器官移植 刺激这个产业的发展 他把这个事情 做成一个军事性的 国家性的产业在做 你比如说江泽民 倾诉 签令 鼓励 奖励这些人 还有呢 军队参与这个器官移植 这些专家 给他们大幅度的提高 他们的军险 还有呢 在技术方面 科员方面 也在配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你比如说中国大陆 有396个 以器官移关的专业 这个第二中医大学 长征医院 从党里面就显示 有98%的中国的医院 都使用他们医院 开发的这个器官保护业 通过这个器官移植 这种巨大的利用来刺激这个犯罪 我们从现在情况分析 当初一开始是被动的推动 后来这些医院 甚至成了主动的在做 因为这个利用是太大了 一个肝脏就八九十万了 一个肾移植五六十万 肾移植比较简单的 当然技术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比较简单的 两个医生 加上两个护士 再加个麻醉食就可以做了 这个利用来多快了 一天做几个 你想想看五六十万了 做几个是多少 所以这个后来我们发现 为什么这么疯狂 包括有些妇幼保健在啊 什么这些 根本和移植手术都没关系的 中医院都做 就其中就有这个原因 而且中国还把这个 评定三甲医院的条件 其中又一条器官移植 你要没有做器官移植 这个技术还不能评三甲医院 法轮科学院比穷地灭绝的 其他方式 你比如说王立军在景州做的 什么现场心理学的研究中心 他研究什么呢 研究人在注射要我死亡的 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那不就是做活人吗 还有呢 又发明一个机器啊 在后老勺打着一切 立即可以把它打成老死亡 这么一个机器专利等等 薄熙来的老婆顾开兰 还有薄熙来参与的 在大连的这个尸体加工厂 大家看到没有 纽约的街上 经常可以看到那个 人体展的那个广告 据说在时代广场 最近也要展开了 其实就是法轮功学院做的 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来 大家看 历史的将来就总有一天 这个黑幕会揭开的 一定是的 肯定是的 像母子同胎 这么小的 把七八个有的这个婴儿死了 又能做出这么个姿势呢 谁家会这样 把这个遗体捐献出来啊 多么残忍 多么邪恶 中国的人体器官 走私到了外国 这是以色列 2007年8月 以色列警方 逮捕了四名 人体器官走私犯 报道里面 明确讲了 有法轮功学院 通过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这些 总结的讲 在中国大陆 有一个活人 共体器官库的存在 国家级 这是江泽美下令 中共主导的 国家系统的 反人类罪行 这个数量多大 我现在不给结论 我只是把证据 呈现给全世界 大家来分析 当然了 我相信在将来的一天 总会有个结果 但是确切的数字 可能不会有 但是大体的数字 是会有的 就像二战期间的 这个纳粹集中营 现在说的是600多万 犹太人 被有计划性的 残杀在集中营 但是具体的数字 虽然说不清楚 因为这件事情 毕竟是杀人 他在做的过程中 就在消失灭细 在暴政铁幕的掩盖下 要获得真实信息 是非常困难的 包括当年二战期间 很长一段时间 国际社会 很多人不相信 纳粹有大规模的 屠杀犹太人的可能 当联军攻入 集中营的时候 人们才看到了 这个灾难的 罪恶的神众 事后 据统计 大约有600多万犹太人 比有计划的屠杀 在集中营 而且波及全世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人类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今天 中共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院 器官的罪恶 与当年的纳粹极其相识 其邪恶的承诺 远在其上 人类如果不正视 人类的文明将不复存在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 我们信守 来我而更的诺言 追查国际 一如既往 彻底追查 一切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以及相关的机构 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常转 必将追查到底 行天理 在线公道 狂扶人家正义 那么 面对中共的反人的罪悟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那至少 我献议 第一 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家人 朋友 亲戚 同事 陆友 转述 中共活在法轮功学院器官的 罪悟事实 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真相 让全人论来 共同制止 中共的反人的罪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